南投縣山水秀麗深得世界各國青睞 而同德家商的教育與世界接軌的政策 同樣也獲得肯定 本次日本九流米高校校長率領200多位師生 参訪同德家商 藉由相互交流可以讓學生們 學習彼此國家的文化 跟日本的九州的九流米高校 三次到訪到本校 在三年前 他們前校長帶了200多位學生 到我們學校來畢業旅行 來到南投 然後要參觀我們學校做交流 今年已經是第三年 他們的感觸是我們學校設備非常優良 校長也希望再來畢業旅行到我們學校來 我們學校也熱烈的歡迎 學務處也安排了很多活動 以及表演來歡迎他們 日本九流米校長非常喜歡 同德家商的教育與環境 希望能夠持續舉辦學校間的交流 讓學生們能夠提升國際觀 我們今天準備的是台灣道地的珍珠奶茶 因為日本人其實他在美食方面也是非常的不錯 那我們想說我們觀光課帶到影條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教他們怎麼做珍珠奶茶 從最基本的泡茶葉 然後到我們準備好現煮的珍珠跟茶葉相結合 做出珍珠奶茶 希望他們吃到這個珍珠奶茶 可以想到其實台灣也有很多美食 我覺得學校辦這個活動對我們觀光課有很大的幫助 不只是文化還有技術上面都有很大的幫助 雖然我們跟他們語言不同 但是我們會跟他們玩在一起 藉由本次的交流可以帶給同德家商許多日本文化 也讓學生們學習到不一樣的異國風情與文化歷史 期盼藉由交流通德家商可以培育出優秀人才 有助於台灣教育的推展 更邁向一個國際化全新的局面 藉由採訪採訪報導